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家义基督教医院拥有深耕在地六十多年 秉持用心医疗 用爱传道的理念 创立至今深受在地民众的信任 提供优质的全人关怀与医疗照顾 家义基督教医院是在西元1958年 美基的宣教是戴德森医师他所创立的 从一个小诊所到一个小医院 发展到现在1077床的大医院 看见人们的需求就看见了自己的责任 我们为爱多走一里路 把家基成为一个家义 守护大家健康的大型医院 随着手术流程优化和提升医疗效率 生医与机械电子产业结合 智慧医疗手术将是主要趋势 嘉义基督教医院赤资新台币12亿元 打造全台首座全洞室智慧手术大楼 扩大提供云嘉南地区的医疗照护服务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在解决说 我们这个原有的手术大楼呢 已经三十多年了 已经不符现在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是为了改善动线 增加空间 增加设备 最重要的还是要以人为中心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为嘉义的乡亲 带来高品质的手术 让这边的嘉义乡亲 不必远复北部旧医 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手术大楼的成立 我们也可以吸引更多优秀的医师 来到嘉义 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成为一个研究教学的重镇 能够争取到国家的资源 一些重大的计划在这里进行 智慧手术大楼为地下一层 地上七层 共有二十三间手术室 包括全台手间辐射室空调手术室 负压前室及正压手术室 达文西手术系统与复合式手术室等 有尖端科技设备环境及医疗仪器 透过智慧化的手术排程 未来能提供病患更精准的医疗服务 也能让家属在等待的过程更安心 我们进了达文西手臂可以有五百四十度的转动 跟七个面向的手术的模式 所以可以达到我们的肉眼或是我们的手所达不到的位置 它可以做很精密的手术 我们还有复合式的手术房 复合手术房的简单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可以即时性的 而且可以同时做到电脑断层跟血管摄影的配合 就可以做即时的一个诊断 来知道手术是否成功 也避免到病人上下移动的一些奔波 所造成的一些困扰 嘉义基督教医院从26年前翁院长的时代 他就定下了迈向医学中心的一个策略目标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在教学跟研究 所以这几年我们就非常努力地朝这里迈进 包括在研究上我们跟陈大医学院 跟中正大学 中心大学等等 有一些研究的合作 来提升每位组织医师研究的量能 其实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可以招联更好的医师来到嘉义 我们可以成为最医师的很好的一个训练医院 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些国家的资源 包括一些大型的计划 能够在嘉义来进行 嘉义基督教医院历经60多年来不断努力 成长 持续深耕创业的信念与任务 看见社区民众的需要 愿意承担起医学中心的责任 为民众提供最有温度的医疗 我在嘉义基其实我们规划了有十大的策略的目标 十大策略目标里面包括健康促进 包括有我们的整合医疗长照 这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嘉义不是只有急性医疗 其实嘉义是从前端的预防医学健康促进 到急性医疗 到亚急性 到慢性 到长照 到偏乡 到社福 到国际医疗 我们是以人为中心的模式做连续性的一些照顾 怎么样让这些高龄者或者是失能者 失智者 减少他的失能失智 增加他健康的岁月带动嘉义成为一个活跃老化的一个城市 也就是说 你做本时的会认为第三种更性能